要再怕的黑 就会有转件 如何跳两岸 又护照不到更快 面头上飞发 伤脆的无意瓜 录播节目 录制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播放的速度 一般都是好几期录制完之后才开播 近期大热的浪姐3是这样 声声不息也是 虽然声声不息才播到三宫舞台 但四宫歌单以及嘉宾已经流露出来了 四宫的主题是 港月与我的葡萄成熟时 邀请到的两位飞行嘉宾 分别是杨成林 周博豪 具体歌单如下 女队solo 周比唱你一半我一半 原唱彭玲 叶倩文 情人知己 原唱叶倩文 为害怕爱过宵圆 我何可恨心的欺骗 但也不仁跟你绝情 杨千花 最后的玫瑰 原唱珍妮 曾比特 灰姑娘 原唱梁永琪 合唱舞台 毛不易 曾比特 弥敦道 杨千花 刘希君 葡萄成熟时 李克勤 杉衣纯 这么近那么远 叶倩文 周比唱 叶倩熙 弹琴说爱 李健 李文 一生何求 男队solo 李克勤 语中的恋人们 原唱黄凯琴 林子祥 谁能明白我 原唱林子祥 李健 水中花 原唱谭永林 单一纯 为你钟情 原唱张国荣 飞行嘉宾 solo 周伯豪 一击即中 原唱谢霆锋 杨千玲 越难越爱 原唱吴若熙 我们再来看看上一期唱心弹的叶明熙 唱伤极高 叶明熙演唱的这首心弹 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声线没有一定的力量 肯定是无法撕开这首歌中包裹的情感层次 荣祖儿为了能让严明熙唱好这首歌 连什么位置该用假声 什么位置该用真声 都给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严明熙的唱伤的确很高 唱功也比想象中的更好 充沛的切息支撑着她在这首歌中 运用了多种演唱技巧 从而保证了整首歌的立体感 从春天分手到秋天心弹 她在一首歌里 唱出了三个季节的心路历程 毛不易演唱的是陈奕迅的作品 孤独患者 她唱的同样很好听 也很走心 唯一的缺点 就是副歌中的情感力度和坡度 显得都不太够 可能是因为Key选的有点低 导致情绪上一直没有迎来爆点 严明熙与毛不易的碰撞与交锋 并不见锋芒毕露与针锋相对 但两位也许是各自对内 本场出战最年轻的歌手 从选歌到把歌唱出 似乎都有着一些 令人难以察觉的淡淡忧伤 与刻意演示的惆怅情绪 他们之间 至少从演唱曲目的风格来看 有着类似的内在逻辑 气质 两人的一开口 似乎并不见得惊艳的鲜声夺人 但却温润而有余温 平淡又有余韵 舞台的分配就议论颇多 杨成林自是不必多说 国民知名度很高 堪称全能的艺人 能演戏 能唱歌 能主持 她的音乐代表作 左边 暧昧 更是经典 曾红遍大街小巷 在最近流行的回忆杀浪潮里 绝对有杨成林的一席之地 对于她的到来 期待的声音比较多 周伯豪的争议比较多 甚至不少网友抵制她的参与 认为她的出现 就是给声声不息抹黑 明明有不少优质歌手 为什么要请问题歌手参与 此外 不少人喊话芒果台 是不是过于投铁了 除开政治立场 对于周伯豪的唱功也多有质疑 尽管她的够钟 你还怕大雨妈穿唱度很高 但歌声不够细腻 都是大白嗓 除开飞行嘉宾遭抵制 对于四公的solo舞台分配 也是争议颇多 常驻嘉宾中 有八位嘉宾表演两首曲目 不仅能独唱 还有合作舞台 而严密西 毛不易 刘锡君 魔动闪罢就只有合唱舞台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严密西以及毛不易 在三公独唱过 但仔细对比会发现 三公独唱里 李健 李克勤 杨谦化也在 四公他们依旧独唱 就目前播出的舞台来看 分配确实不太公允 就没过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